超人气的黄色小鸭 今天是黄色小鸭修复完成 重返基隆港的第一个周末假日 吸引了不少鸭迷特地前来 基隆港的码头边满满都是人潮 还有人发挥创意 把家中的宠物打扮成黄色小鸭的造型 看起来是相当讨喜 尽管气温骤降天气变冷 基隆黄色小鸭新年开工第一个周末假日 还是吸引很多鸭迷前来目睹小鸭的风采 黄色小鸭它还蛮有吸引力的 所以我们就远从台中过来看 然后希望给孩子有一种很棒的回忆 黄色小鸭很可爱 很大只 由于黄色小鸭在去年跨年前夕 疑似因为气温变化过大 造成热胀冷缩爆破 幸好经过两天修复 在三号上午重新游回海洋广场 而为了避免再度发生爆裂现象 主办单位在小鸭屁股 再增加一台排风机 充气也只充了八分宝 就是希望这只小鸭能够撑久一点 非常开心 觉得小鸭又复活了 觉得充满了希望 它虽然还是很脏 就蛮脏的 可是而且没有看到它的刀疤 蛮厉害的 台湾果然是那个艺术蛮高的 而黄色小鸭重返基隆港 周边摊商们也希望 人潮能够带来前潮 要不然现在那几天没有鸭子 根本就没有人在走啊 差很多啊 基隆港码头边满满都是赏鸭人潮 还有不少人把家中宠物打扮成黄色小鸭模样 相当讨喜 看来小鸭真的很疗愈 也让人创意无限 记者类似朋友组基隆报道